桃园在地联盟也是抢救关心藻礁行动联盟的召集人 桃园有千年的藻礁 但是呢 因为三十几年前 我们桃园就来了一大堆的工业区 那个时候的环平制度很差 所以我们的藻礁直到现在呢 还没有办法活得愉愉快快的 甚至桃园北部的海岸呢 整个的藻礁通通是死鸡一片 我们认为环平是保障我们人民生命财产 保障我们的自然环境很重要的关卡 这个关卡不严 不可以随便轻易的放弃 环保署应该拿出他们的决心 要守护住这个底线 我们环保团体呢 在地方牺牲奉献 希望我们的政府呢 不要无浓道 只会为财团开路 谢谢 谢谢潘中正老师 那我们再请地球观看